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这个时候啊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 可能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不免还是会担心 还是会害怕 但是老师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老话一句 不用怕 做你怎么 做你继续逃生怕 做你继续来谈 如果真的有风险的时候 老师会第一时间 来提醒大家 就像啊 在4月21号 当时大盘指数下沙来到9622点的时候 当时美军轰炸叙利亚跟阿富汗地区 以及东北亚的一个情势紧张 当时好多的一个专家都看坏台股 都认为说台股可能还会再下跌 但是你可以看到 当天4月21号 随着一个指数回吻 我也跟他说过了 攻击力到转强上来 来到1.18 来到1.18 一只手已经伸进来了 我就跟他说 最大危机已经过去了 准备迎接万点行情 有没有 我相信当天我们在9.10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得很清楚 如果当时候你懂得来做把握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这一波的一个大涨行情 这一波从9622一路大涨来到 1058点的一个大涨行情 你是不是就能够赚得很开心 然后5月18号 哇因为川普政治风暴的一个冲击啊 再度开低下来 哇这个时候啊 很多人啊 又开始在那边啊 随风起舞啊 很多人啊 又在那边啊 哇担心东 担心西的一个时候 当时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今天照下来 但是攻击力到1.09 今天的开低是什么 开低人家偷偷在买啊 我也跟他说过 趋势还是向上啊 未来的一个行情还是怎样 还是会在金金涨上来 有没有 结果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果不其然又一路金金涨上来 昨天盘中最高来到 10226点 那虽然今天是出现的一个 开低震荡 的一个这样 收小跌的一个格局 但是我还是老话已去 还是老话已去 你只要记住这一个关键价 今天是9988 明天是1011点 也就是说他只要 不破短线关键转落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金金涨的格局 并不会做改变 并不会做改变 后市仍然是看 个别体财股的一个 的一个表现 包括OTC贵买指数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啊 哇这一波的一个 从133.7杀下来来到 129.41的一个时候 好多人担心得要命啊 哇看到那只拼命在砍 看到自营商在卖 很多人以为天又要塌下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 5月10号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我说已经来到的一个怎样 来到的一个下轨道了嘛 来到一个下轨道了嘛 当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当天 攻击力到多少 1.89所以啊 这个地方他先下车洗盘 然后在什么 然后一只手再伸进来 他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领先市场 带你创造 真正的获利 我想你都看到了 并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嘛 那么如果你之前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你没有跟上的话 那么现阶段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是你非赚不可 绝不能够再错过的 体财主流标股呢 我常说啦 在股票市场上 真的要养成啊 赚钱DNA的一个好习惯啊 什么叫做赚钱DNA的好习惯 第一个 你必须要不被自己的情绪走左右 很多人呢 常常都会因为啊 市场讯息的干扰 甚至啊 这波的行情 很多的专家 一路的一个看空 结果一路的一个怎样 被金金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嘎上来 所以你真的要能够懂得 不被市场的 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第二个你要学会 保护自己不受损失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人啊 哇在股票市场 不论是新手或老手 十几年的一个老手啊 哇在这个地方 哇重难指数大涨了 但是赚指数赔价差 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第三个就是 你要充分认识这个市场跟产业的脉动嘛 你要知道市场目前的一个趋势是在多还是空嘛 目前的一个产业的主流到底在哪边嘛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选择值得投资的行业与公司 就像值得 非常值得 老师六月一号 庆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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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很多人啊 通常都会看到报章杂志的一个媒体 再来买股票啊 难怪啊 为什么很多人赚不到钱 比如说像今天啊 报载媒体看载啊 说茂莲KY 今天不是说五月营收年增九成嘛 创新高嘛 因为他收购得商的一个电器事业部门嘛 哇营收很棒啊 哇茂莲也表示未来的一个怎样 营运未来两季都很好啊 我相信 我相信他很好 我相信他未来的一个第二季第三季的营运 渴望再成长 但是问题是 今天看载这个讯息出来 今天早盘开高 我问你可以追吗 我问你可以追吗 你自己去想想看 二四五 你看到早盘这个讯息 你满怀的一个新闻 你自己去追的话 哇 马上沙跳来平盘尾盘瘦黑 买在不该买的一个地方 一天价差高达十八块 十兆就是十八万啦 买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但是 你看看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我们送给大家的股票 好几百位的粉丝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值得 有没有非常值得 为什么值得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老师 要送给大家 当天 在讲目上我也跟他说过 六月一号 非常值得 控盘指标分红 攻击力道转强 而且他又是一档 机器人的一个概念股 订单人间都已经看到八月了 那么像这样一档的一个 怎样好股票 纵使你没有买在低点的一个 转折期涨点上 那么到了六月一号 可不可以买 各位 可不可以买 你看 当天啊 我们自新啊 蜡笔小新小赚获利出之后 资金建议转进值得 市价买进 九点二十分 九点二十分大约在五十块 没有关系 我们用九点二十分 盘后三分钟来做成交五十块七 老师就是这么的一个实债啦 我买了大家批 你来看看啊 当天试价 为什么要试价 因为你不试价买 哇 吉拉涨停板 你买得到吗 你是要买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买在这个地方 所以拥有一个好的讯息 重不重要 重要 如果你买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一出手 现状涨停板 我问你值不值得 是不是非常值得 再来六月二号 持续大涨再创新高 值不值得 非常值得 再来六月三号 哇 看到六字头了 看到六字头了 真的是太棒了 哇 从当天开盘四字头 我们大约在五十块附近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市价买进 然后今天已经看到六字头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吗 今天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相信你都看到了 相信你都看到了 就算你没有买在低点 你买在这个地方 六月以后 我们从五十块七毛钱 这样算起来 到今天再创新高多少 十九点三八 将近两成 而且今天攻击力到多少 一点六四 各位 今天再创新高 攻击力到一点六四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控盘手 他还要再作假 还要再作假 自然我们就可以搭在什么 轿子上 让别人来帮我们做台轿 我们就是这样 带着一个会员朋友来操作 我们就是这样 带着会员朋友来赚钱的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很快的就多少 就两成了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一挡两成 两挡两成 五次下来 一百万就变两百万 两百万就变多少 变四百万 四百万就变八百万 更何况 我们过去跟大家 所分享的股票 挡挡股票 让你可以开心大赚 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机会的一个股票 比比皆是 如果非常值得 这档股票 你没有跟上 你错过了 那么接下来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 一个好股票 是值得你来做留意的 硬是了得 我昨天跟他说过 硬是了得 昨天压下来 开高压下来 是不是好机会 如果你在五月三十一日 五十三块一 你没有跟上车的话 那么趁着昨天压回来 那么这个时机点 你要不要懂得做把握 你看今天攻击力到一点呢 为什么 硬是了得 真的是硬是了得 因为他不仅是什么 拥有大陆的一个这样 乡亲进攻的路主题材 而且手机的一个获利 已经达到去年获利的总和 今年业绩可望三级下 你想想 你想想 过去香港KY 因为美利入主 股价从五十块 一路飙涨上来 来到一百四十一 大涨一点八二倍 新巨科 因为大陆秋泰入股体财 股价从十六点五五 一路大涨上来 来到二点三一倍 那么硬是了得 现在才刚刚要加温而已 你是要在第一档你就要怎么 第一时间就要掌握 还是要等到他大涨上来 喷出大涨上来的时候 你一尊才要去撂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的 包括 我跟他谈到的非常经验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逐步在加温酝量当中啊 攻击力到今天一点一一啊 哇 这个都是要怎么样 都是要 开始向上贡献的股票 包括元气小子 我们在line end 跟大家所分享的元气小子 哦你可以看到line end 跟大家分享 哇当时候当天黑鸡棒 为什么这个黑鸡棒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来做锁定 今天攻击力到还是大于一 控盘指标翻红啊 甚至啊 甚至啊 软板的台军 台湾阿军第一波 哦带你先开心大转 拉回来我告诉大家 撤季线拉回来 当时候我告诉大家 难得机会 我在line end 我也跟大家说过 那你看 为什么 你现在还没有真正 还要大涨上来之前 你现在是不是要懂得布局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年i8题材 哦功能大举提升 软板用量增加 成功抢下苹果i8 无线充电倍版软板大专 这个的一个怎样 整体的单价利润都还比 之前还高 营运大见普 过去你可以看到 根据过往经验 哇从6月开始加温 7月哇营收暴增 8月再暴增 9月10月 哇整个营收 未来是一路一路的一个看好 今年的一个怎样 营运还会再比去年 还要再好 所以你是现在 就要赶快掌握 还是要等到股票 喷上来的时候 你才想要来掌握呢 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啦 但是为什么啊 你会没信心 为什么你大好机会来你的时候 哇总是在那边担心 害怕犹豫不敢买 买错股票 报错股票 没有人够赚到钱 为什么你会没有信心 因为你没有一套好的软体来帮你 因为你劝你没有一个 有本事有实力的一个老师来帮你 如果你错过了这些的股票 那么包含硬是了得 包含的一个非常新鲜 包含的一个元气小子 这些到底是什么股票 如果你想把握的话 来 标股新天地带你驾驭标股更容易 老师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 想知道这些到底是哪些股票的投资朋友 来 小A 小老鼠 AND GOLD 99 小写 黄金 GOLD 99 小A AND 前面记得加不可忽略 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的一个大家族 你就会知道 接下来老师看好的到底是哪些股票 老师在NLM的都写得很清楚 或者你有其他不晓得怎么处理的一个股票 想听听老师的一个建源 没有关系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老师来帮你赢回幸福的人生 23219933 23219933 最后祝大家获利满满满满的幸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